香港的動畫來說 我們剛才數的 即時想到的只是這兩套 但動畫界應該是有創作 有嘗試 但感覺上他們比較少搬到在大螢幕 可以獨立成為一套電影 或者說不如我們在TVB的小朋友時間播放 沒有這些說法 全部都是買外面的 其實大家比較少留意香港動畫的進程 其實我們也有想成為 如大家所說的Dora A夢 每一集都有不同的故事 其實香港也有一套曾經想嘗試這樣做 叫做山海力險 我們也有想的 聽起來很古代 是山海經嗎 它不是的 它是一套小朋友和寵物仔做一些歷險 海綿寶寶的 其實它有點像外國有一套叫做Adventure Time 哦 Adventure Time大家就知道了 講一講 它的動畫很彩色的 真是美 現在看到這個了 也是一隻黃色的小狗 但是不是說我們有抄襲成份 如果搬在香港做可不可行呢 其實你看它的畫風 香港也是可以做得到的 而它的故事其實只有一集 因為它可能沒有預算去做這麼多集 就是試行 然後看看有沒有片商去支持 很可惜的現在好像只有一集 那一集是說這個叫泥仁邨 這個故事說什麼呢 就是說 因為我們中國或香港的概念 有些傳說就是我們是由鋁窩造成的 嗯 就是鋁窩電梯出來的 就是用一些泥去猜泥猜一個人 那它的故事說什麼就是 鋁窩也是有猜失敗的一些人 所以它就是泥仁 就住在這個泥仁村裡面 哦 就是它不是人 它就是失敗品 它是一個泥仁 沒錯 那有一堆泥仁住在泥仁村裡面 我以為它失敗了才這麼壞 又有抹腫腸 這個應該是人來的 這個是人還是泥仁 這個不失敗啊 這個故事 哦不是 就是它這個是成功的 這個故事發生在泥仁村 這個就是我們的主角 人類主角 哦這個人類來的 就是沒有泥仁 我看它對眼睛好像整容失敗 這就是風格來的 這也是角色的 character design okok 那我就說你叮噹那麼奇怪 頭大到這樣 我就說你聰明了 叮噹是失敗的 它被人咬掉了耳朵 它不是天生失敗 它不是天生失敗 唉笑死 故事就是這樣 但其實我們香港也是做得到 因為我看到它那個卡通片 其實那個故事寫得很好 那些畫風也是 雖然是簡單線條 有些接近美式的 但是你會覺得整件事很香港的 你不會覺得是其他國家進來的東西 可能因為它粗美 又馬遠唱 可能香港才多這些樣子 只有一集而已 不是嗎 只有一集 那集會不會是飛鵝山力險 不是 它的村莊有些像我們平時進去這個歷史博物館 有一個就是漁村的位置 那些屋 就是你從這些小元素看得到是很香港的 但是只有一集 它大概多長呢 好像都十至十五分鐘 那製作時間不短 大概畫了所有素材 現在只是製作到這一集 成本很高 那希望大家可以多點留意一下 這個是不是有機會可以看到的 現在是youtube看到的 youtube也會找到的 就找山海力險 就可以看本土的香港原創卡片 再廣東話配音 除了這些劇集的短片之外 也有長片 另一套叫做尼蘇玩角 應該有沒有聽過 有 這個我有聽過 這個玩到很大的 它是放上Kickstarter做一個中籌 它這個感覺第一眼望 因為它的顏色很特別 你看不到皮膚的藍色 黃色是沒有肉色的 它裡面都是這樣的 它的動畫也是這樣的 因為它想做一種 就是跟其他地方不同的 很想有香港的感覺 它們的環境 或者畫面 很多電車 我們平時的水牌 藝紅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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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這些元素 但它是說一個在香港 好像很舊式的畫面 裡面的一個未來的故事 哦 它就是說 對啦 對啦 它就是說一些機閒 它主角是屈原 就是屈原的記憶機閒 沒錯 沒錯 它就是跟美式 像什麼呢 就是它探討一個很深入的話題 就是它成為一個機閒的屈原 它去找它的人生意義 哦 有些像機動工學隊 它有沒有記憶 就是自己最後跳下河 它有啊 它是有屈原的記憶 而且它是用色 其實這個創作可以有很長 你說每一個歷史人物都可以 對呀 其實可以的 還有很多故事都是香港人很熟悉的故事 就是香港才能做到 還有大家看的時候會有些共鳴感 因為它有些是可能 我們平時經常說的那條 左敦 通哥住附近 美敦道 廟街 麻煩 廟街 它有很多環境 或者說一些馬雀館 作者想做一些很香港 我們經常都會看到的事情 當我們去說一些很雜的環境的時候 一定會想像到廟街 不過其實你說這件事 就算你說日本八九十年代 它有很多的作品 如剛才提及到的機動工學隊 甚至乎我們比較大陸的高達 曾經叫做機動武鬥轉G高達 它也是用香港來做背景 有很多的要素在裡面去呈現故事出來 所以你看到其實香港這個地方在那時候 都挺受注目和挺吸引 甚至乎我們當時說 好像不是日本是把九龍城寨 做了一個密身迷宮 做出來那邊 即是類似很多的 我們叫做中西文化合璧之後 有一個獨有的元素 其實在很多的作品 無論是海外、日本還是香港 自己都拿來呈現給大家 這個其實是香港獨有的特色 即是我們的環境真的很漂亮 如果畫出來的話 那這條是比較長的影片 這個是長片 而且你看到他剛才說 我們用色很大膽 他們的監製是叫紫紮色 紫紮色 他想有一種很香港才會有的顏色配色 他真的用到底 對 他會覺得是否很紫紮公仔的感覺 我們現在畫面看到這個 是不是女人 他就不是屈原 他就不是屈原 不然是個帥哥 我想看 你說到是這樣 我想聽一下 而且他那個世界裡 分為三種人 一種人是機械 即是全機械 一種人是改造人 就是有些身體部份是機械 第三種人是不可以讓人知道 就是一個純的人類 反而純的人類是不可以讓人知道 為什麼呢 大家就要自己看 而且他也是香港人配音 最近視浪真很紅 他有岑加琪配音 岑加琪是屈原 岑加琪是幫人改造的一個角色 機械師 這個也是Youtube可以找到來看 Youtube可以找到 我不知道會否找到長片 因為之前好像是有播映 還是怎樣 如果沒有都看看 短短的應該會很精彩 Trailer也可以很棒 還有他放在眾籌 44天已經籌到160萬 但他的目標是800萬 哇 這個眾籌完了沒有 這個眾籌完了 但他們說不會放棄他做這套 所以他就找其他人幫他們 支持後面的資金 所以證明製作動畫要需要資金 其實一點都不可以製作 真的要拍一套戲少 還有人數上都需要很多人去 樂力去做 因為你配色又要想 有一班人想 然後你畫又一班人 還有在香港製作動畫 和其他地方製作動畫 最不同的就是 例如你在外國製作動畫 他每一樣的畫線 或顏色 他會分很多人 連設計也是另一班人 然後開始畫又另一班人 但香港很大部分 你們所有東西都要參與 由頭到尾都要有份做 即是如果以現在來說 可能我們當作美式的安排 我們四個人 其實是四個隊伍 我們負責畫線 斯朗想想顏色 詩恩想想角色 樂還有其他任務 但如果在香港 其實我們四個人 其實已經是一團隊 我們都做了整套動畫 沒錯 我的工作量真的 連眾籌的Kickstarter 那個網路都是我打出來的 沒錯 我們要上去回覆大家 想起傷心 想起要乾得你痛 這就是其中一部長編的近期 應該是比較大型的兩套創作 另外還有一些作品 就是台灣金馬獎 台灣金馬獎 就是香港人做的動畫 例如是 其實是一百年至二一年 總共有三套入了 有一套叫暗房夜空 就是我的師兄師姐做的 他們是三個人的組合 這套是一套實驗性動畫 跟剛才看的畫面有點不同 他們是用一個類似 stop motion的方式來做出來 暗房夜空 然後逐格逐格畫 最後再用電腦去做一些合成 這套主要是說什麼呢 算是紀錄片 訪問了一個在香港的同志 究竟他在香港這麼狹窄的環境 成為一個同志是怎樣的體驗 最後他也會帶出其他議題 其實香港也有很多議題要留意 但這些東西都可以在一套動畫呈現 而且大家看的時候 整件事都會有很香港 因為他是說一個父權 爸爸會令你很多人都收起來 不敢說 同志就會很痛苦 加上香港有其他生活的限制 就會更加鬱結 社會上也不用他 這套是拿了獎 另外有兩套入圍 一套叫做一無所有就無圖 一無所有 一無所有 他的故事說什麼呢 就是一個男人 失去了他的女朋友 同時他也開始脫掉他的頭髮 一無所有 一無的毛就是頭毛的毛 一無所有 但他的故事進程就是 他一邊長大 頭髮一邊脫掉的時候 他經歷了很多香港不同的事情 譬如的士 他是的士路 的士不斷加價 我們換了不同的特首 台風 我們見過的一些很搞笑的場面 他都滑在動畫裡面 那會有很多很多東西 對 但你要看到你是覺得很有共鳴 這百更多精彩節目等著大家 足本重溫 聲音客載服務 年費一千元 請即訂購支持